沈阳故宫 说到故宫,大家都会想到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历史的北京故宫。 其实,沈阳也有一座故宫,沈阳故宫也叫圣经故宫。 它虽然没有北京故宫出名,但是也见证了清朝的发展。 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,是清朝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修建,于1636年皇太极时期建设完成。 甚至皇帝迁都北京城后,沈阳故宫就成为了陪度宫殿,后来经过康熙和乾隆等皇帝的扩建和修复,形成了今日的格局面貌。 乾隆皇在位期间,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送大量皇家珍宝于此储藏,以示自己不忘根本,所以这里藏有很多的西石珍宝。 清朝灭亡后,沈阳故宫也就成为了博物馆。 2004年,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文化遗产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